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媽媽College, 我是嘉儀 這麼快, 我的女兒Liora已經一歲大了 一歲人大了就自然要求多了 吃東西又多了 所以我每次跟她出家要準備的東西 都已經是多了, 比以前不同了 所以這個影片就介紹一下 究竟我帶什麼東西出家給她 基本上每天都要收拾這一袋出家 好, 那就開始了 第一件事就準備一袋食物 因為通常出家都是吃飯多的 所以她也要吃東西的 我通常一天都會準備三餐給她 如果出家的話就會帶出家 包括一個暖壺 暖壺通常我會摘竹仔 在出家的時候可能餵她 有時餵完竹仔, 我又餓吃 我又不想她煩我 我通常就會帶一塊粟米 或者青瓜 或者一些蒸熟了的豆 她就放在她的桌上 她就自己拿手來餵自己 她吃她的, 我吃我 吃粟米就最好了 因為她很喜歡吃粟米 所以根本上她自己拿著粟米在這裡 就不會煩到我了 所以我餵完竹仔之後 她就很乖在這裡吃粟米了 有時都會不配合的 不配合的時候 我就準備一袋Snacks 這個Snacks也是逐粒餵她 她就會乖一點 不會在餐廳裡扭泡 或者扭計 還有坐車的時候 有時都會給她 她就不要那麼扭計 有些東西給她吃著 然後當然還要準備水 沒錯 她現在已經是用飲筒喝的 OK 除了準備食物 當然是標準的 濕紙巾 要來擦桌子 擦手 什麼都需要的 那除了這些食物 也有一袋 一袋 這袋就是有沙巾在裡面 還有口水肩在裡面 口水肩 她一定會吃得很髒 所以這些一定會準備好 那這些袋很方便 這袋在IKEA買的 因為這袋夠大 所以就可以一袋一袋 每次用完再放一些新的東西 除此之外 我都會準備更多的衣服 還有更多的襪子 在外面冷 或者吃髒了衣服 或者撒濕了片 滲了衣服 都要有準備的 通常用不著的 所以就繼續留在這裡 那就不變了 那當然我現在還在餵人奶 那就一定要帶定個 Nursing Cover 那現在外出很少用Nursing Cover 因為我多數外出就是餵Solid的 那在家裡才會餵人奶多 但是都要預防每一帶定的 那如果外出的時候長 那她想喝奶都可以隨時可以喝到 好啦 那然後吃的就說完了 那當然還有現在夏天曬了 那我要準備一個防曬 那然後我女兒皮膚乾燥的 所以經常都準備買Lotion 那以防萬一她一拗痕 或者手臂很脫皮 那就馬上有Lotion給她了 那當然是這些小的試用妝魚 如果不就很重 那還有一件衣服 又是預防萬一出入冷氣風 那OK 還有這個 又是塞進去裡面的 很厲害 這個就是用來 和之前一樣的 我都介紹過了 又是用來擺尿片的 那然後因為外面廁所 那些換片的板 未必是很乾淨的 那通常我都習慣自己鋪著這張東西 那有一點軟軟的 又可以摘到片 然後這個暗格 還有一個密實袋 那這件衣服 那就是用來印乾的屁股 或者用來抹屁股 就是如果撞了大大的話 那這個袋呢 還有 是不是很厲害呢 這個袋子放到這麼多東西 兩個玩具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 他去到朋友家玩 或者出到街 什麼都好 扭手的時候 就要被這些東西 來 distract一下他 那這個很方便的 這個如果你拍照 有時候就經常叫他的名字 那這個可以 蝕蝕蝕蝕 那他會看過你 那就不用整天說 那這邊 那這邊 還有很多這些東西 那這個袋子呢 給大家看看 裡面 然後呢 還有 當然也有少少自己的東西 那我有自己的潤唇膏 有自己的紙巾 還有 我也有時候要 擦唇膏的嘛 有自己的唇膏 那還有現在自己的東西 真的越來越少了 還有一個錢包 啊 有一個東西 不記得 就是 野食的袋子 還要放了一個羹 如果沒有了一個羹 那就 用外面的羹 就沒那麼方便了 好了 那我這個袋 裡面 每天幫Niora收拾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了 每天都會review 每天都會check 究竟夠不夠東西的啦 那 對啦 希望 幫到大家 準備啦 Thank you for watching 你們有些什麼 留言歡迎 Leave me a message Tell me what else you bring 就是你們還有帶點什麼 或者我留了些什麼 大家可以share一下啦 Thank you 還有記得看我其他的video Mama College Bye